疫情期间,在确保有些防控、互相措施严格落手前期下 我们积极做好全市在建重点项目施工现场 包括外来工夫人员在内的从业人员的生活保障 一是积极摸牌施工现场生活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是做好施工现场生活物质的供应保障 加大菜肉粮油等基本生活物质的供应量 满足施工现场雇工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是强化施工现场人员的管理 即使消除有关,确保施工现场生活区的安全 加强生活区的卫生管理,严格落实,戴口罩,环境消沙等防控要求 做好个人的防复 强化施工现场食堂的管理 做到吹击,伸手分用 长手定期消毒 同时协调解决好工人员就医开药的问题 确保其身心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